好 再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歸零 重新開始 所以在去年的年底到今年年初 我一直在醞釀兩個東西 一個東西是 如何去化解所有的矛盾 我們身邊當中很多的矛盾 我們沒有找到它的僑養 其實所有的矛盾 都可以找到它的橋梁 所以宇宙當中有一種神奇的力量 它可以把所有表面上看起來矛盾的 其實本質上都不矛盾 只是我們沒有找到它的連結 各位了解嗎 沒有連結到我們的內心 於是在去年年底 我開始有一個感覺 我們為所有一切的矛盾 找到化解的力量 包含我從以前到現在的創造 其實老實說我也遇到瓶頸了 突然出大太陽了 大家往後看 哇 本來氣象說這三天都會下雨 你就發現氣象越來越不准 你就發現氣象越來越不准 變天了喔 太陽 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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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有矛盾 因為以前當我遇到蠻多種的我會憤怒喔 我會憤怒喔 第一個我會矛盾 力量會砥消 第二個我會生氣 我會生氣 所以我要做什麼又不能做 遇到什麼就遇到矛盾 我會憤怒跟生氣 而去年年底到今年 我開始有個感覺 我似乎可以找到 所有化解一切矛盾的關鍵 所以在工作坊 我有跟大家提到 從我開始 學習再生 創造到現在 維路都表現得很好 維路也都做得很好 維路也都讓這個世界 看到我們越做越棒 可是 學習遇到瓶頸 第一個 我越來越累 我越來越累 包括我之前的這個 痛風的發作也好啦 恐慌的發作也好啦 我越來越累 再來 我越來越覺得 未來再累怎麼辦 再來 我覺得 我可能越來越不自由 再來 我可能覺得 越創造越多 麻煩越大 再來 我可能覺得 學識的個性 愛好自由 各位 我某一部分的個性 賢雲也賀 我講過了 可是我先回顧 有個有趣的例子 以前我在 新北市聯合醫院 當精神科的主任 跟我後來出來自己開業 我先問各位 在醫院裡面 當公職醫師 跟出來自己開業 哪一個 麻煩會比較多 自己開業 應該是自己開業 對不對 可是我告訴各位 實際經驗跟它完全相反 我以前在醫院的時候 我還要批公文 我還要跟其他科做連結 我還要開業務會議 有沒有 我還要管我們科的業績 我還要管這個 我們的這個 日間病房 我還要管神能治療師 還有心理師 還有其他下面的精神科醫師 還有兩院的業務 都是我要還的 等我自己開業了 各位 我其實變得好輕鬆 你們絕對想像不到 對不對 我就告訴各位 其實我開業輕鬆多了 以前我在醫院 有些時間我在外面 往外跑嘛 我都還掛新醫院的事情 我現在開業了 我一離開診所的門就 完全沒事 跟我無關 各位了解嗎 各位 跟我無關了 好 最後我剛講 我遇到瓶頸了 許醫師的個性 賢贏也赫 我根本不想要扛什麼責任 我不是一個 想要抓很多拳的人 雖然拳都抓在我的手上是沒錯 但是我不是一個很想抓很多拳的人 我也懶得去控制人 各位了解嗎 我也懶得去掌控人 可是後來發現 像好像那天我們心理師在 這個詩人讀書會的時候提到 許醫師 那天那個國北師 因為國北師有實習生到我們診所來實習 他說國北師的教授 跟那些實習生 心理師的碩士班的學生 到我們這個賽斯集團來看都嚇一跳 我說什麼賽斯集團 因為他們以為我們這邊只有一個診所 一來才發現我們有一個 賽斯文化出版部 有一間出版公司 再來 樓上竟然有一家管理顧問公司 我們這邊陪出來的心理師 將來可以在這個管理顧問公司當老師 再來我們竟然還有一個賽斯花園 還有一個門市 再來我們這邊還有醫學會 醫學會理事長是誰 許醫師 還有我們有一個賽斯教育基金會 我們還有一個全省全世界的教育基金會 在推廣賽斯新法 各位他們一看 原來你們是賽斯集團 還有一個網路電視台 哇 夭壽 各位 開玩笑想笑 為什麼一直倒楣的麻雀武藏 都很健全 麻雀隨小 麻雀 衰小 武藏拒全 麻雀 麻雀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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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倒楣的麻雀 武藏很健全 麻雀 衰小 武藏拒全 原來你們不是賽斯真心的診所 你們是整個賽斯集團 雖然每個集團都現在都還小小的 各位了解嗎 可是每個集團將來都可以放大 一百倍 像像賽斯村一樣 你們還有個賽斯村 還有羅國約社館 都是你們賽斯集團的一部分 對啊 還有你們台中總會 買了塊土地 可能明年要蓋教育大樓 對 哇 然後你們還在規劃 賽斯升級的醫院 對 各位 我們是賽斯什麼 集團 就是那個國北市的教授 跟實習生來看 哇 嚇死了 各位 雖然我們現在每個東西都還小小的 可是未來可能每個東西都可以放大 一百倍 一千倍一萬倍 這樣了解嗎 哇 那許醫師在深圳 另外開了一家 賽斯推廣公司 然後新山那邊 有個同學 阿賀在那邊 也買了一個度假村 大概三四千萬新台幣 開始要在新山推賽斯新凡 各位 然後上台就看你了 對啊 各位了解嗎 然後那個國北市的教授 跟一些心理師 來看 嚇死了 嚇死了 原來我們已經是賽斯集團了 好 回到我的瓶頸 各位我剛剛講 許醫師什麼都不想管 可是我的事業越做越大 某一個內心的我 想要落跑 聽懂了嗎 某一個內心的我 覺得這樣就好了 某個內心的我 其實很辛苦 很累 聽懂了齁 某個內心的我 覺得 不要再往前走 我會累死 某個內心的我 告訴我自己 我不要再扛責任了 明白嗎 我不要再扛責任了 某個內心的我 告訴我 你需要這麼忙碌嗎 你需要承擔這麼多忙 你知道再往前 你是拿磚頭砸自己的腳 各位 因為我剛剛講 我從頭到大 我是不是那種名利心很大的人 對 某部分我還蠻淡薄名利的 某部分我的物質需求也不多 給我